這台機器是HP-7110 其實710是很久的機器 那客戶哪時候買的不知道 一開始測試它有附原廠墨水膠給我們 我們測試是正常的 那後續改裝的過程 在測試鏈印的當中我們發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客戶的機器呢 它在這一個部分 這個螺絲是本來就不在了 這不是我們猜的 本來就沒有了 那這邊會有一個打氣的裝置 這邊有一個氣法會朝墨水匣裡面打氣 這個機器的打氣的那種作用 很弱很弱 所以它在氣壓偵測方面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發現的情況是 偶爾呢它會出現墨水系統失敗 墨水系統失敗的話呢這邊就會亮燈 那當然 這類的機器呢它是晶片跟打氣共同偵測的 就算我們晶片是正常的 打氣如果不正常那它也會不正常 而且不正常之後它就會記憶 像這個我們改裝好的這一組呢它就已經是被記憶了 那被記憶會出現什麼問題 就是說當它打氣出現問題的時候 來我們直接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正常開機 但是呢它會直接出現錯誤 因為它之前已經記憶了 打氣偵測出現錯誤它已經記憶了那個 墨水夾的錯誤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正常開機之後 看到這邊閃燈 然後機器會出現 墨水系統失敗 那正常來講呢這是要替換墨盒 但是由於已經是改裝過墨系統 所以呢不方便 在那邊一直換墨盒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部分問題 還好這比較小 因為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開機的方式去跳過 跳過它這一個 這一個為什麼會出現錯誤 這個錯誤是它之前偵測的錯誤 然後它偵測墨水夾沒有更換 它就維持原本的錯誤 是這樣存在的 那我們 示範一次正確正常的 就是跳過這個錯誤的正常開機方法 我們把機器先做個關閉 然後呢 就是如果你有晶片像這樣子晶片錯誤的話 或是其他錯誤啦 你想要跳過它的檢查機制呢 把這個打叉的按鈕 按住 不要放 不要放 同時呢 把電源按一下 然後這邊維持 不要放 這個時候電源燈是亮著的 之後過一下子呢 你會發現電源燈它滅了 這邊滅了 然後這邊會閃爍亮起來 這個時候呢 就表示它 它已經進入那個要跳過那個 檢查的那個 那個 功能了 這個時候我們去直接按開機 這樣直接開機的話呢 它就會把之前 曾經 就是它檢查過 它記憶的這個錯誤呢 它就會把它跳過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正常開機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做個列印品質報告 列印給大家看 那機器 這台機器也算是 比較老舊啦 等一下我會順便 拍一下 內部 然後它那個 會出現 印表機系統失敗或是錯誤的 很有可能也是底下的這個飛沫槽 它的 它的抿壓 造成 這是測試鏈的效果 然後另外呢 可以印一張 圖片 相片 那順帶提一下列印的時候呢 的設定 列印的時候呢 這個品質可以選一般 那紙張呢 要選其他噴墨紙 不要選一般紙 選其他噴墨紙 然後這邊是一般或是高 或是點下去 選一般或是最佳都可以 通常選一般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是印這一張 那基本上這個機器改裝完 嚴格來講它算堪用啦 因為 雖然它必須要用特殊方法去開機 跳過它的 之前的記憶的錯誤 但是基本上那個不影響列印 然後那個部分的話要解決 不容易解決 為什麼 因為HP的這一類的 墨水系統失敗呢 有可能有很多原因 噴頭有噴頭 也有可能 看起來這個機器應該是有換過噴頭 因為這邊有被開過 所以 之前機器到底做了什麼不知道 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說這機器是舊的機器 它不是新的機器 而且很久了 那 我們今天 要改裝之前呢 這邊還有 截 不知道是箭還是蜘蛛網 我們把它擦掉 這機器可能放倉庫很久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這個底下 這個底下等一下我會開給大家看 因為這類的機器呢 它這邊底下會有一個清潔組 清潔組呢 如果久了的話 它會有一些磨 會有一些磨泥 磨泥會造成清潔組 有時候 有時候走的不順 尤其是老機器 那就 也有可能會造成墨水系統失敗 噴頭也有可能造成墨水系統失敗 然後 墨水匣也有可能 然後 清潔組也有可能 但是 以我們的 理解來講 像這樣子改裝完 可以這樣子正常 運作類型 基本上 我們就會 讓它過關 那要注意的就是 前面的 前面我們有講過的 那個 這個跳過 的這個方法 然後這是 列印的效果 那 有另外一點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用的是 顏料 那顏料的話呢 基本上不建議用高速 因為 高速的話呢 很有可能它墨水會跟不上 印表機的速度 所以我們會建議選擇紙張選其他噴墨紙 那相對的 印久的對噴頭也會比較通常 這是印出來的效果 效果也會 也會很好 那這是改裝後的 影片 同時也會提供給客戶觀看 那基本上 就是也把剛剛的問題給大家看 然後 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墨 我剛剛講的那個墨納的部分 我們等機器 待機停止 現在待機停止了 我們把這個蓋子 把它弄開 接下來呢 順便也講一下好了 這個篩子呢 其實用來取代 這個上蓋的 這一根柱子 這邊底下有一個 有一個開關 篩著代表說 蓋子是有蓋著的 要不然機器不會動 那因為 我們有改裝 所以呢我們把它刻意的把它 墊高一點點 然後 所以才需要 用一個篩子篩開關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篩子 把它走的話 機器就會 認定我們是蓋子打開的狀態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這底下 這個部分就是清潔組的部分 因為是老機器所以清潔組的 清潔組的這個部分 那個墨泥 會很嚴重 很正常 這是很正常 而且放越久 其實 然後另外可能有人會問說 這個可不可以清 其實 這個沒辦法清 這個沒辦法清 因為 也不可能拆下來洗 拆下來洗那個 弓 太厚缸啊 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 我們估計 它偶爾 偶爾如果有出現 墨水系統失敗 很有可能是清潔組造成的 那你如果遇到 有墨水系統失敗 的情況的話 就是 它會亮燈 然後電腦會跳出一個墨水系統失敗 那這邊會亮燈 那你點一下它會重新再檢查 假設說你點一下點兩下它都還是出現失敗 那很簡單 關機 然後直接用剛剛的那個開機的模式再重新進去 它帶機 然後直接列印就可以了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 影片呢會 放在網站也會給客戶觀看 那這機器呢 基本上就是 已經改裝完成了啦 好大致上是如此 然後 改裝後的原廠墨水匣也會 就是 給客戶帶回去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特別提一點 就是說改裝之後的外置品呢 這個外置品 基本上 就 我就順帶提一下好了 怎麼加墨水之類的 這個是三艙的外置品 三艙 然後呢 最底下這邊這兩個艙 這邊有兩格 看黃色比較清楚 然後這一小格一小格 我們把這個當成一大格 一大格一大格 最底下這邊 上面這個大篩子呢 是負責這一段的墨水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 建議就是說 這邊的墨水不要用 低於到最底下的這一格 就要加墨水了 那你就只要加前面就可以了 那 後面呢 後面這邊的墨水 後面的墨水 它是一個像這樣子 L型的 這樣子 像曲棍球桿這樣子 它就是 後面這一個 它是用來加底下這一個草的 它算是一個反衝的墨水 基本上 不建議 用到它 如果你這一格 都用空了都不加墨水 那就會用到它 那用到它萬一呢 我們把它用到它 降低 一般的話 會建議維持一半 也就是說 後面呢 不管墨水怎麼出 它都會維持一半 進來 出去 進來出去 它就會一直維持一半的狀態 那 加墨水的話呢 就很簡單 其實就是 塞子打開直接墨水倒進去 然後再塞起來 就可以了 那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通氣孔 通氣孔 平常不用的時候要打開 那為什麼要塞這個呢 這個有一個濾網 它是空氣過濾器 它是避免一些灰塵 跑進去 裡面的 基本上大致上是這樣子 就特別做個說明 另外一點就是說 它一定要跟印表機 放在同一個水平 而不能說故意弄高 或是故意弄低 這是不行的 好那影片就 介紹到這裡 那 感謝大家 拜拜 拜拜